我這邊還有看到50條人氣自行車道 50條人氣自行車道 對 其實很多人 就是一般比較休閒族的話 他們其實還是比較愛這種自行車道 因為第一個它安全 它整個規劃比較完善一點 對 所以我們有去實地探勘 就是全台比較適合騎腳踏車 比較適合騎腳踏車自行車道 就比較完善的 然後周邊有一些景點可以觀光或休閒的 對 提供給民眾所參考 算是一個指南在身上 當然講到自行車就不能不提標哥了 這個捷安特的標哥 驚呼驚騎互動 全紀錄也在這邊 你們都幫他們整理出來了 對 我們有派了四個記者 就是隨行 20天1668公里 對 就整個去做紀錄這樣 OK 因為其實我們發現說 它其實大陸有一些景點都非常的棒 那些是以前我們在歷史課本上面 才看得到的 那你現在可以用單車 就實際去體驗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感覺 我們今天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其實柏如他是副總編輯 我說下次可以找總編來 那總編你說總編跑哪去了 總編現在在加大 在亞伯達神騎車 去騎車 是 他去參與一個什麼活動呢 他是他們的媒體團 他們在推亞伯達神 洛基山脈的一些單車旅遊 總編年紀多大了 總編60出頭了 60出頭了 我們剛剛講標哥多大了 75歲了 75歲 其實在自行車界你有沒有發現到 自行車不管是業界 不管是出版社的 相關的雜誌出版社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老闆都是帶頭走的 對 像自行車其實協會的理事長也是一樣 是 大家都是帶頭走 而且沒有說因為年紀越大 而且他停頓了自行車的活動 所以自行車活動的體驗是相當 坐自行車真的是 坐自行車的人真的要有很大的熱情 對這個運動 不然你很難支撐下去 OK 當這樣不夠對不對 大家現在說看雜誌 現在已經算是 這個刺激感不是那麼直接 不是不是 應該還夠直接了 就是有些人很懶 他想坐在家裡看著電視對不對 其實我看伯如你們這邊也不錯 單車子也出了單車小學堂跟單車教學 初階的維修保養 對 好 單車小學堂 你跟人家一起流行 百萬小學堂 是啊 是啊 小學堂是怎樣 不會騎車的朋友都可以學 對 因為我們發現說 其實北部很多人不太 不太會騎腳踏車 其實像中南部的小孩子 像我也是 從小是騎腳踏車長大的 就是騎腳踏車跟呼吸一樣自然 可是北部可能因為環境的關係 再加上就是大眾交通都很便利 所以騎腳踏車的人口 相對會比較少一點 我講個笑話給妳聽 妳剛剛講說 其實我也是南部小孩子 我是高雄小孩 其實北部小孩也有 也有這種就是從小就騎的 我們就說像從小騎車的時候 它是一種本能 對 我講個例子 上次跟朋友去騎車 碰到路邊有個高台 就經常就是人行道跟路面 是不是有高台 經常碰到紅綠燈的時候 像我們習慣 我們就會把腳踩到那個 右腳就不會往這邊騎 右腳就踩到 很自然地蹭在那邊 但是他不會騎車的人 他說他覺得那個是一個技術 然後他停到那個地方 他就不知道怎麼走了 他怎麼要往前進 他不知道 然後每次要出發 碰到那種高台休息的時候 他往前進 他沒辦法 而且還會摔車 他就不知道把踏板 稍微弄高一點 或是這個腳再蹬一下 右腳再蹬一下 其實他就沒有那種 自然地反應 是… 他就變成為了讓那個動作 他要繼續地一直學一直學 比如說長大來學自行 自行車的人 真的我們要佔他的立場 去多體驗一下 其實我想說有了這個DVD 其實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要孩子看一看 其實有方法的 對 其實有方法 像我們那時候一定 我們那時候的方法就是 你摔吧 對 你能夠摔多少 你會摔幾次就會了 這樣騎一騎 爸爸在後面把手就放掉了 對 然後一回頭爸爸不見了 哇 怎麼辦呢 就是這樣子長大的 所以現在我們的訴求是比較安全 健康的騎腳踏車 這個是最重要的 OK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單車制的副總編輯 來 陳柏如來現場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自己的自行車的一個經驗 當然我們剛剛先介紹了這個背景 的確是夠重量級的 至於他自己到底 你自己騎自行車的生活到底怎麼樣 我們待會兒先進一段廣告 回來再跟大家分享 歡迎大家繼續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很高興的為大家請到的是 單車制的副總編輯陳柏如 歡迎柏如來到我們這邊 跟大家分享他的經驗 柏如這樣算算看好 我們剛剛講說 你實際上從事自行車 就算接觸自行車業界 大概多久的時間 11年了 11年的時間 會不會有很多人問你這句話 柏如 你是騎什麼車 你平常都去做什麼活動 其實大家最常問我就說 你真的有在騎車嗎 你皮膚這麼白 來 比笑一下 比笑一下 你看看 鄭國這個才是有在騎自行車的皮膚 那個真正不像在騎自行車的 對 我最大困擾到 大概就是這個 還是保養友邦嗎 對 其實有耶 其實我們都很怕塞黑 對 其實我騎車的話 比較認真騎大概這五六年 就是開始我坐單車制的時候 因為覺得說 對啊 你要報導一些 比較貼近大家生活需要的東西 自己不騎怎麼可以對不對 對 我看你那裡騎都騎登山車 你看在這個山林那裡 對 其實我比較常騎登山車 我自己本身的車也是登山車 妳為什麼特別喜歡登山車 因為登山車它入門比較容易 對 然後那時候會覺得說 公路車還有一個就是公路車 它比較彎 就是說你的身體的姿勢 那我比較容易腰 那個肩膀痠痛 痠痛 對 那可能是跟騎乘姿勢有關係 所以我就一開始 我都騎登山車比較多 所以說登山車其實 能夠比較適應到一些各種路面 路況 對 而且一般就不像說公路車 我們不是說公路車危險 公路車一定還是要一定的技巧 對 公路車其實就是 還是要訓練過 對 所以說妳騎的是登山車 對 我騎登山車 平常都愛你什麼樣的活動 平常很少有機會去參加什麼活動 我都是自己騎比較多 因為我們平常就是採訪 就已經跑不完了 還要寫稿 真的是 我想看到妳跟瘦身那個 上次有提供我們一個照片 是 掛了一個照片 自己還是全部武裝 騎了一台車子 就這樣跟著去採訪的感覺 沒有這樣的經驗嗎 那個比較少 對 我們大部分 可能因為要拍照的關係 所以我們大部分會坐車 或坐摩托車會比較多 所以說這是採訪經驗 對 這個是之前採訪 那個世界杯的那個登山車天后 剛Rita Dale 但我要講妳現在變瘦了 變瘦了 因為就是這樣子操 所以說騎車的好處 其實騎車的好處真的很多 很自然的 我覺得女生其實騎車很好 就是可以塑身 可是你騎久 你會發現你的屁股會比較翹 然後你的就是肌肉會比較緊實 我很喜歡看女孩子騎車那個樣子 我經常去參加俱樂部聯賽 不是我去參加 我去拍攝 我覺得女孩子 我們先不要講臉長得漂不漂亮 其實她那個整個站到頒獎台上 或她騎車整個給人家的感覺 我就覺得好舒服的感覺 就很健康這樣 她給你是一個很正向的 如果說講那種能量的話 可是她是很正向的能量 她就好像是一個太陽能板 她騎車已經騎… 已經吸收到很多太陽能了 對 然後就站在那邊 她就散發給你們的感覺 即便是皮膚黑黑的 然後像妳一樣 做好保護其實皮膚白就OK的 其實我很怕曬黑 所以其實我騎車都是全副武裝 但很少人會認得出我這樣 好 對 這邊我要問伯爐了 其實在七年前 你看到了台灣自行車的市場 你們觀察到了 靠著你們的明確都看到了 七年看到這個未來 七年後到了現在 已經到了未來 它已經變成現在 這個現在 我們再來看看自行車的未來 因為大家心裡頭 還是會擔心一下 自行車在台灣真的 它算是很棒的一個活動 它的未來 到底會走什麼樣的趨勢